你아서 哥到这儿怎么回事啊 警察同志 我相信不是我哥干的 你们好好查查呀 是不是他干的 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走吧 冷山 我们还是快去看看 钱文宇吧 走走走 阿姨 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是想说 我哥 一定不会做那样的事情 这肯定是场误会 是误会吗 你跟警察说句 阿姨 阿姨 你消消气别生气了 小月啊 他哥哥太不像话了 文宇只是想跟他妹妹要分手 他就跑去威胁他 恐吓他 这还有没有王法呢 阿姨 我想他哥一定会觉得 搞黄了妹妹的事 心里觉得愧疚 才会去找文宇 绝对不会威胁文宇的 那还要怎么样啊 都把他推下桥了 阿姨 我哥绝对不会做那种事情的 这样 文宇有多少医药费 我赔 笑话 我们家是要钱的人吗 凡事都讲一个道理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说心里话 我们知道文宇有了女朋友以后 心里特别高兴 我们是抱着希望来看望你的 谁会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呢 更没想到 你哥哥心这么坏 怪不得他人从监狱里出来的 我们惹不起 我们躲得起 我 行了 别再说了 你赶紧走吧 我和他爸爸都不想再见到你 我想文宇 也不会想再见到你的 那好 阿姨 我们先走了 回来 那医疗费 你总该出吧 什么意思 太不讲道理了 别说了 太不讲道理了 你别说了 你去干吗呀 这 这可不是停车的地方啊 开车快车 快开车呀你 真的是误会 我能理解两位后人 他们的宝爷儿子 手腕骨折 一时半会儿画不了画 心里急的 可这小钱就不应该了 他怎么能睁着脸说瞎话呢 别着急 相信我们会查清楚的 太过分了 这简直就是黑白颠倒 诬陷加诽谤 不能让他们这样 找秦文仪去 走 要是能见早就见了 还待在这儿干吗呀 那也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呀 来来来 来 吃饭了啊 我说你这两天跑哪儿去了啊 鬼影都见不着 姑娘我去外地发了笔小财 外地 怀容 我给一家新开张的影龙 当三天的橱窗模特 橱窗模特 就是在这儿橱窗里 当活人模特吧 我跟你们说啊 你们是不知道 这三年差点把姑娘的小腰 给占舌了 来 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不像有些人 长得又好看 又有文化 还会画画 嫁了一个那么有钱的老公 住着那么大的别墅 天天吃着大酒店 还天天穿着大名牌 像我们这些人啊 只有靠自己勤劳地双手 努力地打拼 看来啊 张山那个富二代 又没上挪人的小沟窿 他爱上不上谁稀爱呀 你们家怎么全是素菜呀 真买不起肉啊 你不是减肥吗 那也不能光吃草啊 没有好身体怎么干革命啊 走 大饭店腐败去 好 黄大虾 您带我们去腐败 坐下 我说的是明天 玩儿吃饭 要不然小姑该说你了 好了好了 你们吃吧 我先走了 去哪儿啊 腐败呗 开车慢点啊 他怎么自己去腐败呀 蔡永豪公司的周年晚宴 拿员工的钱腐败 卑鄙 无耻 是吧 行了 别羡慕自己多恨了啊 别羡慕自己多恨了 不 怎么会把公司的周年晚宴 办在这种地方 年年都在威多利亚 太没心意了吧 这个烤肉店环境是差了点 但是气氛好啊 你没看大伙玩得多嗨 我穿着这身晚礼服 在那个不徒不洋的烤肉店 你觉得合适吗 电话里不是跟你说了吗 让你穿得随便点 我怎么会知道 你会随便到这种地方呢 以后如果再办的话 没有以后了 以后年会还在维多利亚办 那样最好 免得我不合时宜地演读角戏 喂 老师你啊 现在啊 等一下 我的一个学弟从美国回来了 想见我现在 去吧 好 喂大伟 你在哪儿 嗯 好 一会儿见 那我先去了 嗯 自己先回家吧 我先去吧 来 来 来 去离开 咱们今天就出院了吗 住着 反正他们出了钱了 二号床的家属 我是 跟我来一下 我跟他去一下 来 明月 给妈吧 妈给你保存着 前面前面马上到了啊 文宇 我不说 你也知道我来的目的吧 冷山因为你受伤 还有她哥哥入狱的事情 都快崩溃了 冷山已经知道 现在她不管做什么 都不会改变你父母的态度 作为介绍人 我心里也非常遗憾 但是 不能因为你没有夫妻的缘分 然后分手了 再把自己的哥哥搭进去 你说对不对 我知道你受伤 跟她哥哥有关系 但绝对不是她推你的 她是为了挽回你们俩的关系 这一点是出于好意 文宇 不管怎样 看在你跟冷山有段情 也看在 这两年我帮你的份上 你能不能 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啊 我不是说了吗 医生办公室啊 早知道在楼上啊 我们应该坐电梯 这两天啊 我护理我儿子 腿都走不动了 老人家 都运动运动呢 对您的身体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这到底在哪儿啊 快了快了 拐弯就到了 走吧 不行啊 文宇 谢谢你 对不起 给您添麻烦了 我倒没什么 好吗 你也不要往心里去 走吧 走这儿啊 搞定 张叔叔 这下您能放人了吧 嗯 给我们找到的 那天在大桥上 证认的证词 结果是一致的 张大爷 您太牛了 我有那么老 太感谢您了 不用谢 这个人民警察为人民 应该的 天佑 我给你姑道着好 我敬个大伙一杯啊 别喝了 您喝得太多了 不 一定要喝 来 我敬你俩一杯 哥们啥也不说了 全在酒里啊 来 碰一个 行 我们给你碰一个 酒呢让大山哥喝 不行 没事 您让小山喝吧 他今儿高兴了 我哥说得对 下面我有个提议啊 我们大家唱歌去吧 同意的举手 我同意 大山哥请客 我哥哪儿来的钱啊 他请客你买的爱啊 靠谱 这也行 酒给我倒上 快喝一杯 你还是别喝啊 别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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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 我们家今天又知道 心脏的小姑了 行 走 小姑听你的 我不喝了啊 小姑 我先回去了啊 明天轮到我屋主座直升 我得早点来出去 小姑给你钱 你拿车回来吧 冷山 不用了 永豪今天出差回来 我也得回去准备一下 真嫂姓 他出差回来 你准备什么呀 单身你疼你懂什么呀你 你没看出来啊 他是寂寞难耐 孤枕难眠 想照别人跟他唱歌通宵 我 真的啊 跟那富二代已经分手了啊 情投意合 意外多 好了好了 蔡夫人 你赶紧回去好好准备准备 恭候你们家蔡老板吧 好 那你们开心玩啊 天佑 咱们先走 姑姑送你回去 谢谢啊 连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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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吃吧 又回去搬嫌妻去了 我都替他累呀 谁说让人搬了 这本来就是贤惠 你羡慕嫉妒恨你 够了 够了 来 好 你看我干什么 我是不是老了 怎么可能呢 你跟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没什么变化 优雅 端庄 美丽 你说的都是气质 七年了 怎么会没有变化呢 过去用的是保湿霜 现在用的是抗老精华液 人家说呀 女人三食豆腐渣 说得一点都没错 这容颜呢 是会老去的 但是呢气质是不均衡的 所以你拥有更多的资本 还担心什么 那也就是我 嫁给你这么好的丈夫 懂得欣赏 换了别的没品位的男人 早就把杰发的妻子 冷落在家里 去关注那些年轻貌美的女孩了 为她们大把大把地挥霍钱财 现在怎么变得多受善感了 居然思维啊 我怎么能保证 十年二十年后我的气质 还能把你的心留在这个家里呢 天佑 快快快倒杯水来 慢点慢点慢点 小心啊小心小心 我的天哪 小心 小心小心 你说你们一个是不是都瞎了眼了呀 我长得又好看 你现在才又好看 你们不要我要谁呀 给这位正妹 跟谁学的 小刘芒似的 又怎么了 十六十年了 谁也失恋了 是我甩了她 来 小刘芒似的 你送回去吧 别送回去了 回头醒了又折腾 你看没 让她睡沙发吧 反正她也习惯睡沙发了 你这丫头 怎么了 ,心疼了 去回家呀 别开玩笑 我昨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 一个前妻问 该不该原谅她前夫的背叛 跟她复婚 还有好多人跟帖 什么说法都有 还有人说 当下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的男人 有过外遇的超过一半 永浩 你说有可能吗 这个 也许吧 我不知道 还有些人说呀 这些男人 大部分呢 会过了短暂的激情 重新回归家庭 只有少部分人会离婚 但是呢 还有些人选择再次离婚后 跟前妻复婚 专家说了 这样的男人重新回归家庭 会更加珍惜妻子对她的感情 好 你觉得这样的男人是不是也很可爱呀 小姑 我想要一平板电脑 干吗呀 家里不是有电脑吗 小姑 这平板电脑吧 它也可以用来学习呀 小姑 现在上课 对吧 上补习班练钢琴 你有时间玩它吗 多少钱啊 小姑 你都愿意给他们买单 你都不舍得给我买 你那是不必要消费 我的天哪 没事吧 你们这才是不必要消费 花钱买最瘦啊 你给我回来 文珊 孩子 文珊 每天都会消费 累死了今天 到这儿睡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张已经把你的那个情况 跟我们老板说过 我们老板呢 也非常理解那个老张的心情 也非常想帮助你 让你早日回归到社会中来 不过让你没有那个急事证 这点呢让我们赶得非常的围来 工作现在不好找 何况你们刚从监狱出来 你就说我能不能在你这儿干吧 给个痛了会儿 十多年不见 哥哥 您还这么生气凌人呢 你是脾气不太好啊 是这样的 你是不知道现在这帮主顾 哥哥跟吃了枪药似的 所以您这些情况 我理解 经理 现在这几位老师傅 都是跟以前两个股东干了很多年的了 您来 我得看一个吧 您不能逼着我跟我现在的股东翻脸吧 哥哥哥 那孙子让我打发早了啊 先谢谢了 晚上七点醉鲜楼 我呸 这个时代谁善解人意谁就先被甩 没有神秘感的爱情是不会长久的 就像爬黄山吧 你去了就能爬 可是这个珠穆朗玛峰可不是你想上去就能上去的 远真 你赶紧给我介绍个富二代富三代吧 我觉得吧 他们的生活圈子跟我完全不一样 我只能跟他们在一起 才能保持长久的新鲜感 你呀 怪理论一箩筐一箩筐的 真不知道你这韩剧看多了 还是微博上多了 珠穆朗玛峰有几个人上去过呀 回到现实吧你 你们家老子还买的是假酒吧 洗手间 洗手间 我用你的 来 我们两个喝一杯 今儿你不对劲啊 刚才逗逗一直在 我就没好意思问你 我一进门就看出来了 怎么了 还是瞒不过你呀 手机给我 哪儿拍的 他的衬衫上 孩子 别乱想啊 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啊 一个口红印 没准上电梯的时候撞上了呢 对不对 没那么简单 但是我可以肯定 永浩一定不知道 一定是那个女的的 她故意的 她想让我知道 她也没那么复杂 真把自个儿当福尔摩斯了 你要心里实在过不去 你干脆就直接两档地 问她不就行了吗 说得多了 我们呢 就是一个小公司 虽然小点 但是我们用人呢 还是有自己的规章制度的 所以小年这个岁数 实在是 我就不明白了 你们干吗非得 招二十五岁以下的呢 这一呢 现在面试的人啊 确实很多 这二呢 你看这二十五岁以下的 小年真的浑身是劲啊 而且没有拖家带口的呀 我现在也单身 你看我这身子骨子没问题 行了 我知道你非常想要这份工作 但是这愚公愚私 这我都没有录用你的理由啊 这公司的这规章制度 在这儿摆着呢 是吧 所以就别难为我了 行吧 总监 到 找我有事啊 没事不能来看看你啊 有事说事 你打算去我店里干吗 你这不是废话吗 我店里正好走了一个老师傅 你要愿意可以过来 真的假的 那我什么时候上班啊 明天 现在也行啊 不急不急 明天上午九点了 我在办公室等你 明天上午九点了 好 检查 谢谢老哥们 我冷静也是中意系的人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行了走了 行了 走了啊 走 走 走 什么是幸福指数 说白了就是男欢女爱呀 干什么干什么 你们俩别瞎想 我说的是幸福和谐的家庭 袁真 其实你们家老擦把也挺好的 我总结了一下 有十个字可以形容它 温情有原则 聪明无极限 这可是我综合了 外貌 性格 物质 修养 各个方面综合评价的 我觉得它吧 在市场上竞争力特别地大 你可要小心点啊 你们现在可是七年之痒了 胡说什么呀黄豆豆 这个论长相论气质 有几个能比得上我们原真的 别胡说啊 这该房还得房啊 你不知道现在这女人 比男人要疯狂得多了 前段时间还说有一小三 把已婚男人逼自杀了 自杀了还不说 还要和这个妻子分财产呢 凭什么呀 她凭什么争啊 人家说了她才是真爱呢 而且她为真爱付出了 宝贵的青春年华 所以人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 我看啊 她的字典里就没有羞耻二字 估计上高中之前是有的 不过后来呢 扣掉了 我别的了 我说你怎么刺激 你怎么把你刺激 还说不败的 或者是怎么刺激 你怎么办那些 确定是蛮心的 我怕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澳朕 slides 肚子的话你别太往心里去 他喝多了胡讲的 你有没有想过要个孩子 说不定有了孩子 所有的问题都不成问题了呢 过去不想要了 现在想要了又怀不上了 那是因为你太紧张了 你放松心情 孩子自然就来了 有了孩子就能解决问题吗 说不定他在外面已经有了 不许你胡说 你这是自己在吓自己明白吗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说这些年 老蔡一直盼望着 能有你们自己的孩子 这说明你们的感情基础很好呀 如果有了孩子 说不定所有的问题 都迎刃而解了 好 吃饭了 没看了 没看了 今天我们最爱吃的烧鸡 等我们俩回来咱们开饭 回来了 哥 你尝尝尝 什么呀 加菜 你看 那不给我说一声 买虫了吧 你看 没事 今儿吃完 明儿接着吃 什么事啊 这么高兴 干什么呢 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是有好事 真的呀 赶紧说说我听见什么好事 黑三那儿有意师傅被挖走吗 有意空缺 我明儿去上班去 真的啊 这 这真是好事啊 哥 这可是你出狱以后第一份工作 值得庆祝 好事好事 工资多少 这还真没说 多点少点的无所谓 先有个事干呀 好了好了啊 不赚钱的人啊 少张嘴多吃饭 小孩挺现实 对了 哥 有件事啊 我也要跟你商量商量 最近呢 我相中一套小两居的房子 我简单了算了算 我们努力一年 就能付个首付 你觉得怎么样 太好了 那这样我就跟黑三说说 多给我加点班 不用 咱俩一块儿够可以 两间房 那我不没自己担间了 那你姑姑不早晚得摘去 这个齐天大圣的头衔了 等我有一天找着一个如意郎君 我嫁出去了 你不就有担尖了吗 导说哥 你在找一个温柔贤惠的田螺姑娘 不不 田螺姑娘不行 要找那种相濡以默形的 过着踏实 咱们家呀 就算没满了 可惜啊 咱妈走得早 没有等到你出狱那天 还好 咱们总算是 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咱们一起努力 把日子过得好好的 到时候 咱爸妈在天有灵 也会得到慰藉了 你说对吧 干吗呀这是 还感动呢 不许哭啊 没有 我告诉你不许哭 从今往后 咱们冷家人 再也不哭了 好 不哭了 喝两种 好啊 干吗去啊 得嘞 不哭了 你一定要留呢 那你还想让我等你吗 孩子怎么办啊 他是冷家的 当然应该留给冷家了 怎么着 怎么着哥 自己看吧 怎么着 还得让弟弟表表表你啊 你现在可是在试用期 要低调 你等唱歌呢 还低个调 这都是技术活 知道吗 一会儿跟我出去去啊 去嘛去啊 去着就知道了 你先忙着 好 看看这场地 多刺激 你听听这发动机的轰平声 你跟我废什么话呀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呀 我跟你说吧 我答应我妹 不堵车 只靠修车挣钱 谁让你堵车了 这玩车呢 除了扶二代就是扶三代 要不是咱小企业家 都是这儿的会员 大家伙就为了玩玩小技巧 就图一乐 谁堵车呀 你让我来这儿 就是看这帮小朋友耍游戏啊 崇哥 崇哥 这就是给你介绍的 我给你大哥 冷剑 您好 你就是黑菜的朋友啊 夸了你好多年了 怎么着 都能给我回来 哥 给他们露两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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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абот 好 好 ás 这有什么事啊 这有什么事 你们就放宽先吧 刚在我的楼上 放上个医生了 说没什么大 送来说也没泡皮 没泡血呢 我那车呀 都快报废了 他那全吹全影啊 没受伤 冷剑车记好 没一头撞到对面的车 已经是万幸了 对 人没事就好 是该感谢你及时把他送到医院 不过现在人没醒 可以小声说话吗 行 行 他妹妹冷山那儿 我找他妹妹有点事 去接孩子了 行 我有事 我先走了 这不是张老板吗 别别别 别那么笑 天佑 快叫张叔 叔 这么大了 您来看我哥呀 你哥把那车都撞了四两八叉了 这维修费 张老板 我哥这孩子病床上躺着呢 您就来收钱啊 你们不哥们吗 哥们是哥们 等他没事了 我就有事了 行 你先好好照顾他 过两天再说 好 我先走了 小谷 是李小人 讨厌 帮我一头你走 车 车是不是报废了 轮件 你醒了 我哪儿车呢 别管车 快躺下吧 躺下休息 快来 高兴他 一醒来就问车 估计脑子跟记忆没问题 哥 你看他怎么了 没事 这 腿脚弄成动 别乱动 快 别 这还是单人家的 您这得花多少钱啊 你进来的时候啊 只有这间房 你就别操心了啊 不行行 我回家待着是一样的 别 他是医院住是吧 你出院了 要债的啊 就该跑到家里去要债了 好 来 小姑 我先回家写作业 明年还考试 天佑 那袁珍姑姑送你啊 来 我们先走了啊 慢走啊 袁珍 你好好躺着吧 别想那么多了 什么事都等出院再说 你躺着 我去问问医生什么情况 没有骨折 没有骨力 这脑部扫描呢 也没发现异常 你看这里 病人的鸡嘴组织 拉伤比较厉害 这块儿 还是旧伤 你哥他是干什么工作的 哦 我哥原来是赛车手 哦 那难怪 一般急诊送来说是吃货 我们都捏一把汗 你哥需要静养 别让他干重活儿 行 您放心 我连调肉都不会让他碰的 还有啊 记住 就说这个月啊 要轻起轻作 行 天三 是兄弟 你得考虑考虑我们家的情况吧 哎哟 哥 我都没考虑 一辆崭新的车 一眨眼的工夫 快包废了 那车子都快把我吞了 我现在连手机都不敢接 家务都不敢回 您也想想我呀 怎么着 嘿 老板 又来催账来了 我都回家了是你哥打电话 给我叫来的 哦 这什么事也得说清楚啊 对对对 得说清楚 要不我成冤大头了 我也不是这样的人 那修理费我把零头抹了 三十万 啊